福慧寺举办20周年纪念良黄失实法会 今年世界疫情严峻 慈悲愿力不可思量 善心缘起贿入智慧与慈悲愿力 祈福世界和平 离诸苦难 福慧寺举办20周年纪念 祈福息灾良黄失实法会 希望借由送金礼颤不时回向 以共产力量可以激发善念 仰仗诸佛慈悲的愿力 祈求护国息灾 人性安定 带给社会温暖跟祝福的力量 在美农地区我们也办过蛮多场的良黄 可能普罗大众会觉得 为什么每次都要拜良黄 我想良黄宝燦大家耳熟能详 他的背景故事 是良武帝的吃事 他的那个吃事的一个因缘 那我想我们回归到现实生活中 为什么要经常去理颤 因为人都有一种 从过往以来的一种习惯 养成一个习惯 常常会有一种言语 思想行为的犯错 那并不是说你拜一次就完善了 就不断地要去 佛门里面讲的要去熏悉 要去培养 灾难同时也是让人们省思 如何调整心态 改善环境建立更平安健全的居住环境 面对人生的各种无常境界 不要过于恐慌更担心 以智慧沉着的力量来帮助自己 用慈悲祝福的力量来安定人心 十方新闻关闻曲建议 高雄采访报道